金刚金 说什么 第十六品 南境业障分 被清建的前因后果 沉浸努力的人 不可思议的果报 第十六品 祭送 上篇 南境业障分 父赐 须菩提 善男子 善女人 受词读诵此经 若为人清建 似能先事罪业 应惰恶道 以今似能清建故 先事罪业 即为消灭 当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虚菩提 我念过去无量阿生子节 于兰登佛前 得值八百四千万亿 那由他诸佛 西阶供养成事 无空过者 懦附有人 于后莫世 仍受词读诵此经 所得功德 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 百分不及一 千万亿分 乃至算数辟欲 乃至算数辟欲 所不仁吉 我诺据说者 后有人闻 心急狂乱 胡怡不幸 虚菩提 当知事经意不可思议 果报亦不可思议 这是个大问题呀 佛告诉虚菩提 假使有人 诚诚恳恳学佛 研究金刚精 结果一辈子倒霉 为人倾贱 有人事业很好 生意也做得很大 公民也很好 偏要跑来学佛 我说 你不要搞阿 这个事情不是好玩的 学佛就要倒霉的 他说 菩萨会保佑发财 我说 佛不管这个事 因为佛学是空道 你要学 只有放下 当然 也有些人学佛 反而发了财 大部分都是遭遇 更多困难 不但学佛如此 吸引别的宗教 也是一样的 很多人说 自己一辈子做好事 结果倒霉透顶 什么坏事 都到他身上 历史上司马迁 也怀疑这个问题 善人做好事 偏要倒霉 坏蛋 个个好的很 身体又健康 精神又好 又发财 又有办法 这个世界上 英国报应 到哪里去了呢 这是个大问题 首先 我们要了解 佛法的基础 是建立在 三世因果 六道轮回上 佛法讲的因果 是讲三世 认为生命 是连续不断的 不是现在这一生 佛在别的经典里 答复过这个问题 有人问过佛说 为什么世界上 有许多人做好事 结果却那么惨呢 佛说 因为他过去的恶业 还没有报完 所以先还这个恶报的债 他现在又做好人 又做好事 那是将来 或他生来是 要去收账的 讲到三世因果 大家很不容易相信 因为看不见的缘故 其实很容易看 我告诉你一个办法 可不是神通啊 不要瞪起眼睛 以为有个法子传你 你只要看看 我们自己一生 就晓得了 尤其我们在做 中年以上的朋友 我们中年所遭遇的环境 是年轻时候 已经埋伏下的因 万年所得的果 也就是年轻 及中年 自己所做所为的结果 把人生分三个阶段 二十岁前当前生 二十到四十当这一生 四十到六十当后生 这个三世因果 也差不多了 或者看近一点 昨天就是前生 今天就是现在生 明天就是来生 我们很多同学 常常常跑来跟我开玩笑 老师啊 我前生究竟是什么变的 我又没有神通 但是你自己可以看得见啊 欲知前生事 今生受者事 你这一生 所遭遇的事 就是前生的果报 欲知来生事 今生做者事 佛法最难之处 就是这个三世因果 六道轮回 他承认生命是永恒的 但生命的现象 则是变来变去的 中国文化 《易经》也讲因果 可是《易经》的因果 与三世不同 像代表儒家的 孔孟学说 与代表道家的 老庄学说 各个都谈到 因果的道理 《金刚经》的这一节 特别提出来 假使有人读念这个经典 结果为别人清贱 被别人看不起 就是笑你 甚至说 现在的时代 最落伍的是学佛的人 随便搞一个玩意都好 怎么去学佛 好像一学佛 这个人在社会上 已经被打出去了 落伍到极点 处处被人家清贱 看不起 佛说 你要知道 以因果报应来讲 是因为这个人 先世的罪业 应该堕于恶道 以金世人清贱故 先世罪业极为消灭 换句话说 将功折罪 抵那个罪 因为现在做好人 做好事 把过去生的夜报 减轻了 消灭了 而另外得一个果报 这一个果报 太不容易了 当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大车大悟 要成佛 我们听了佛这个话 只好对他老人家说 你老人家说的是对啦 但是我是不敢啦 只好客气一点 你要晓得 世间的福报 已经不容易了 何况 要想大车大悟 而成佛呢 但是 禅宗的顿悟观念 很流行 一般人都想学禅 而且 每个年轻人学禅 都等在那里开悟 还有个同学说 已经做了一个月了 怎么还没有开悟 我说 慢慢等吧 再等下去吧 金刚精现在告诉你 你看懂了吧 要把过去 现在 自己身心的夜报 清理完了 开悟的那一点消息 才会来 所以 永家禅师说 了及业障本来空 未了还需 偿宿债 我们人生在世 一切的因果和遭遇 本身一定有其必然的原因 才有其必然的结果 所以 金刚精这一点 大家不要轻易的 看过去了 这是反转来告诉我们 要如何修持 才有结果 必须先要真修行 消掉自己的夜报 智慧才能启发 过去深的夜报 没有消减 智慧是启发不了的 因为你还在受罪 所以不会得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不会大彻大悟 下面佛自己举一个例子 沉静努力的人 须菩提 我念过去 无量阿森子节 与兰登佛前 得值八百四千万亿 那有他诸佛 西街供养成事 无空过者 释迦牟尼佛报告自己的经过 回忆过去 无量古术时节 曾跟随 那有他诸佛修持 那有他是 无量术的意思 释迦牟尼佛 第一次开悟时 得老师 是燃登佛 中国后来有一本小说 封神榜中 就有一个燃登古佛 佛在燃登佛 那个时候 发心学佛 可是他中间经过的 善知识 明师 共有八百四千万亿 那么多的佛 每一个佛前面 他都去学 而且供养过 什么叫供养呢 像孝顺父母一样的 孝顺师长 衣服 饮食 卧具 汤药 四式供养 他说 他都供养成事 他曾经都提他们做过事 做过弟子 他只要碰见一位善知识 自己绝对不敢放异 没有空过的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总要学一点回来的 他讲的这几句话 就是说自己的求学精神 勤劳而精进 谦虚而向学 他说 他说 有一个人给他讲过 般若金刚经的道理 现在 释迦牟尼佛本人 说出来这个道理 说 假使有一个人 在后来末法的时代 能够抓住这部经的要点 受持独送 他所得的功德 比我当年供养 几千万亿佛的功德 还要大 百分不及一 千万亿分 所比不上 乃至算盘 电脑 算都算不出来 功德 有多大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拿着这本经 在研究 所有的成果 所得的功德 比释迦牟尼佛 过去所有的功德 还要来得大 他是这样鼓励我们 牟尼金社成立宗旨 经由南海菩萨山 观世音菩萨大师 亲自指点 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 藉由实际解决众生 累结累世 因果业障问题 至因果病 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 普度持航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也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至因果病 无论婚姻 家庭 事业 家族 顾及 学业 欢迎有医生 看到没医生 有神问到没生者 不妨一世 牟尼金社地址 台湾彰化县西州乡潮阳村 陆军路一段271号 只有星期天早上才开半季室 欢迎来信电子信箱 或搜寻牟尼金社部落格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